来关注商业新闻 7月14日 万达电影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亏损15亿元至16亿元 上年同期业绩为5.24亿元 对于亏损 万达电影表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整个电影行业和公司经营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旗下属600余家国内影城自2020年1月23日起全部停业 境外影城也自2020年3月底暂停营业 同时 主头主控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等影片未能如期上映 部分影视剧拍摄进度也有所延迟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不过虽然业绩亏损 但影视公司股价在今段时间却不断上涨 7月14日 影视概念整体上涨1.13% 其中多股涨停并创下近年来历史新高 其中 恒电影视涨停报每股22.91元 华谊兄弟 监艺影视均上涨超9% 万达电影上涨7.94% 报每股20.81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公司股价均从6月底开始上扬 万达这两周的涨幅达38%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б P